大家好,今集的《汉汉我的国》 继续想和大家讲一下 无线电视的扶贫纪录片《无穷之路》 越播越有口碑 今集想和大家分享两个脱贫的故事 可以从中深入了解国家的精准扶贫 并不是这么简单的 古语有讲,受人以鱼,不如受之以鱼 道理其实很简单 给人一条鱼吃,可以解决一时饥饿 但就不能够解决长久的温饱问题 想永远有鱼吃,吃得饱 就要教识人捉鱼的方法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这一辑的节目是由央企华孕集团支持拍摄的 原来本身华孕的扶贫故事都不是轻而易举的 过去几年,全国上下总动员参加精准扶贫 其中一个重要的角色 就是有社会责任的大企业参与 不过虽然大企业财红世大 但要利用自身优势和资源 去帮助全国解决生龙问题 期间也有很多波折 无穷之路探访的贵州、剑河园、宅江村 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 当华孕集团伸出援手 想帮助当地的村民改变 又穷又骚又乱的生活条件的时候 想不到遭到当地民众的反对 为什么有人出展出力将破旧的村落拆卸重建 村民都会有这样的态度 贵州曾经是全国最贫困的地方之一 甚至有人说年年扶贫年年贫 来到形容贵州开展的扶贫工作的艰难 而宅江村就是剑河园一个历史悠久的苗族村寨 宅江在苗宇的意思是最美丽的地方 但与当地的自然环境截然相反 外界的印象从来都只是 穷、庄、乱三个字 村里面道路不通、不通水、不通电 村民想要入村就只能靠田间的土路 屋顶里面的天花 单靠树皮来搭建而成 遥遥欲坠 好像随时都会落下来一样 想要进入村民的家 就要开着手电筒来照明 加上交通闭塞 村民要挖船才到达沿城 面对恶劣的居住环境生活艰难 但是当华韵集团准备将破旧的村落 全部的旧屋拆卸重建 村民就不太愿意 原来在他们的潜意识之中 觉得难以改变贵州的贫困年貌 而兼河又是难中之难 可以说毫无信心 甚至有些村民怀疑大企业 所谓的重建旧村 可能只是想搞房地产的开发 重建之后就将村民赶走 到时大家连一个破旧的凄身之地都没有 希望小镇项目组长张威回忆 当时大家游说村民重建旧村 可以说是三户草劳 过程相当困难 组员个个都去陪村民吃饭、聊天 和当地的村民成为朋友 再和他们介绍重建工作 打消他们的疑虑 最终他们的诚意感动了几百户的村民 终于同意接受援助 将旧村重建 2018年昔日的破旧苗寨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单止全部的旧屋都拆卸重建 村里面还重新进行了铺路和水电工程 全部的基础设施都是新建的 大张村已经不再是毫无希望的地方 重建之后就称为希望小镇 小镇这里占地300畝 重建的费用高达一亿三千万 全部都是由企业承担的 而重建之后的新小镇 每户村民可以分到一栋三层楼的屋 而且还拥有房产权 今年元旦 小镇的新楼已经全部建好 陆续交给村民 村民田泉和是最早搬回村的一批人员 曾几何时他都曾反对重建旧村的 担心大企业只是想开发房地产 没有想到如今村庄大变化 一家人搬回村之后 住入了一栋三层楼的独立屋 他很感慨地说自己都不敢相信幸福的降临 安居之后就要落叶 过去寨庄村可以说是一窮二百 年轻人唯有去到千里之外的地方找食 小朋友老人家就留守村庄 没有人照顾 只是能够盼望着每年一次的相聚时刻 一个靠近家乡的就业机会对村民来说 实在是遥不可及的 寨庄村距离建河院最出色的温泉 不过十分钟的车程 于是企业就利用寨庄村的地理优势 帮助世世代代靠种田吃饭的村民 开发乡村旅游发展介入经济 在镇上兴建了一座全新的度假酒店 又配备了各式各样的旅游设施 将小镇打造成一个苗寨的桃花园 吸引旅客前来消闲娱乐享受田园风情 寨庄村兴建度假酒店 带动了村里的旅游发展的同时 也创造出不同范畴的工作和培训 这对于村民来说 不单只是可以养家的机会 更是一家团聚的契机 村民可以在当地就业 例如在酒店做接待员 妇女就用一双考手做苗寿出售 小镇更是切友幼稚园 令家长日间可以安心工作 宅庄村只是其中一个例子 2016年开始 全国超过10万间企业 发起了一个万企邦曼村的计划 由企业出钱出来出方案 帮助12万条贫穷村 开创了企业扶贫的中国模式 不单只要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收入小问题 更加重要的是要改变当地民众的思想观念 利用各地自己的特殊环境 创造发展机会 接着想和大家说一下喝咖啡的故事 不说大家可能不知道 云南的咖啡近年逐渐走向国际市场 我曾经去过云南采访 当地独特的地理气候环境 可以打造出不同的高价值产品 除了普利茶 其实当地更适合种阳酒的葡萄 还有就是黄金咖啡更值大 对于节目主持人陈贝宜来说 从前喝咖啡就是每日一两杯好味提神 但对于土生土长的农民叶萍萍萍姐来说 就另有一番滋味了 萍姐住在云南、盲莲苑、雅族、芒墓村 当地人一直都是依靠种茶和甘蔗为生 村民从来都没听过或者见过咖啡 不过萍姐和丈夫颜三龙 看准了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把握城市人喜欢喝咖啡的热潮 带头种植咖啡 减轻茶笼冬天没有收入的负担 夫妇两人自己出钱买种子 更加免费提供给全村人种 但当时根本没有人相信他们 萍姐说 与村民沟通非常之困难 大家连咖啡都没见过 根本就不相信 咖啡这东西不单可以喝 还可以卖到钱 但看到商机的萍姐就很坚持 几乎每家都去过四、五次 最后有村民抱着有点烦 不如就试一试的心态 答应了萍姐 2010年萍姐就带头成立了咖啡合作社 吸引了几十户人参加 好不幸 第一季就遇上了霜动 损失惨重 加上国际咖啡价格低迷 而云南远离欧美等咖啡主要消费市场 种植规模又少又分散 未能形成统一的咖啡品牌 村民都很沮丧地说 见着咖啡豆又不能吃又不能喝 喂猪猪都不会吃 结果有一半的村民选择退出咖啡合作社 萍姐自己都乱了分寸 但是面对乡亲的冷言冷语 她始终都没有想过放弃 逐一跨过难关 在她苦苦坚持的背后 原来是隐藏着另外一个原因 萍姐说 传统雅族的女性地位低微 足不出户 每日照顾家庭喜居饮食 仍然未能够和家人同卓共进晚餐 于是她就毅然带动村里的妇女 去改变传统 决心发展自己的事业 实行女儿当志强 幸运的是萍姐的丈夫非常支持她 经过了前后十年的付出 苦劫的咖啡终于释出了甘甜 萍姐一套戏羊媚在全国咖啡豆比赛中 得到各地评委的一次好评 连续三年荣获全国冠军闯出名堂 与村民共同分享美好的成果 她很感慨地说 咖啡苦中大甜 就像自己的人生一样 如今咖啡文化可以说是 风魔全国当地设立了 云南国际咖啡交易中心 提供销售方面的协助 让云南的咖啡打入国际市场 看过这些各式各样的故事背后 体现了国家精准扶贫的治理逻辑 中国的脱贫本质要求是要人人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除了支持更重要是改变当地民众的思想观念 只有解决了人的自我发展这个根本问题 不让贫穷代代相传下去 才能够帮助贫困人口彻底摆脱贫困 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这种脱贫之道也都成为了中国下一阶段 推动解决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的问题 缩小城乡发展差距 有效地涵接乡村振兴工作提供了参考 今天的分享是这么多